工人趁老板去洗脚 将被磨成粉的黏土倒进圆盘 并用8000磅的压力 将黏土粉末压成药片的形状 烘干之后就可以观察黏土的色泽 黏土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壤 与水一定比例混合后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经过塑造烧制就可变成我们身边的餐具瓷砖等 但是黏土的产出却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复杂 黏土的生产开始于一台挖掘机 为了得到优质黏土 黏土坑需要挖至24米深 此处的黏土不仅白皙而且松软及100岁 被开采出来的黏土会被统一运送到工厂先进行风干 风干好的黏土会被铲车送进刀片滚筒 锋利的刀片会将黏土块切割成较小的块状 这样可以方便撂斗地收集与之后的研磨 而研磨机有巨大的滚轮与多个锤子组合 高速旋转的锤子能将块状黏土挡成粉末 为了方便研磨 黏土块会被再次进行加热烘干 直至水分含量达到2%以下 紧接着工人带上研磨机启动机器 被研磨好的黏土会被上方高速旋转的刀片 利用气旋效应将精纯的黏土粉末吸起并收集 紧接着工人会将黏土粉末压成药片的形状 根据色泽与重量来区分不同黏土适合的加工过程 最后再将其打包运往各个加工厂 而部分加工厂需要湿的黏土 所以工人也会将部分黏土直接加水与化学剂 将其混合搅拌 直至让黏土看起来像粘稠的花生酱 最后再用油罐车装箱运往下一个加工厂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